只需要一套螺旋管道 就能让200户居民免费用店 乍一听 这好像是一件非常离谱的事情 但阿基米德螺旋泵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作为历史上最早的水泵 他的发明起初 只是为了让农民在灌溉时提高效率 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这是许多人心中公认的道理 可在阿基米德螺旋泵面前 他却将其变成了水往高处流 简单来说 通过螺旋状的结构 将它放在圆筒内 当螺旋转起来以后 水就可以沿着螺旋沟被带向高处 在摇动手柄的过程中 这种现象确实变为了现实 自此之后 阿基米德螺旋泵也被推广开来 不过时间来到现在 人们却在这套水泵中诞生了新的想法 既然水能被带向高处 那就会产生相应的高度差 若是用它来发电 效果肯定会非常出色 因此人们便将这样的想法变成了现实 根据计算人们发现 将这种设备应用在高度差为5米的地区 发电效果最为出色 而在掌握了相应的技术后 这套设备被运用到了国外一处偏远村庄中 依靠阿基米德水泵 每年发出的电量 不仅满足了当地200多户居民的日常所需 甚至每年还会有相当一部分的剩余 可以被拿出售卖 赚取少量的收入 不仅满足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